嘉義市火車站前的行員地下道 平常至少有十多名的街友在附近活動 晚上就會在地下道裡睡覺 也讓市府相當的擔憂 結合慈善團體只要遊民願意出來 接受快篩 慈善團體就提供 美元三千元的禮券跟護資 十多名街友在嘉義火車站前排隊 聽從工作人員的教導 怎麼樣做快篩 希望我們街友在外面的一些活動 能夠受到一些健康上的一個維護 縣府人員說在嘉義市火車站的地下道 平常就有十多位的街友在這裡出入 晚上就在地下道裡面睡覺 街友四處走動也引起了市府的關切 市府希望這些街友都能夠接受快篩 但是又擔心他們參加的醫院低 於是市府結合慈善團體 只要街友配合做快篩 慈善團體就提供三千元的禮券 慈善團體有的發便當提供物資 有的則是幫忙出大賣場的禮券 就連嘉義的地方人士陳寅住的弟弟陳寅坤 跟他的太太都親自到場發便當給街友 希望他們都能夠配合快篩 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 neighbours 弟弟兄 Daniel 兄 兄 倫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